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维琪 哈喽 我是Lucy 在台湾的大家还好吗 最近疫情爆发了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而且都买得到麦当劳薯条 跟肯德基蛋塔哟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发现 我们从周更变成两三周更了 一方面是因为围棋最近花了比较多时间 在写文章 剖文 一方面是懒惰嘛 一方面也是发现 大家其实没那么快听完星级数 所以两三周上架一次星级数差不多 不过我也是要多多促自己 因为太久没更新就被大家忘记了 哦对 先分享一个跟Podcast经营有关的东西 我最近更新了个人档案传送门 就是一个短网址点进去 会有其他网址的汇总 像是Apple Podcast跟Spotify的频道网址 还有Facebook IG啊 YouTube Blog的连结这样子 我最早是用最常见的LinkTree 后来就有朋友推荐 所以我用了一年多 一个台湾团队做的叫LinkBite 那最近因为有另外一个朋友推荐 所以我又尝试了 另外一个台湾团队做的叫做Porkly 那它自由度蛮高的 可以放一些内签的照片跟影音 像是为了Podcasters 它有设计一个可以内签Spotify的单集播放这样子 然后它也可以开新的分页 像我就有开了一个可以列所有Blog文章精选的列表 虽然是个人化程度比较高 然后界面也还蛮漂亮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这一集的单集介绍 我有放网址 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好 接下来要来闲聊围棋的生活 我上周末第二次去了加州最有名的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Yosemite 因为有这边的朋友要离开加州了 却还没去过 怎么可以呢 住加州没去过Yosemite 所以立马就安排了这个为毕业旅行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瀑布之旅 其实Yosemite呢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 都蛮值得看的 不过如果要看瀑布就是三到六月限定 呃 掌握两年前第一次去Yosemite是八月底 本来就很兴奋要去看瀑布啊 然后去看那个Mirror Lake 它是一个像镜子一样可以反射花岗岩山峰的湖这样 结果到现场发现一滴水都没有 然后才发现是我自己太没尝试了 优胜美帝的瀑布跟湖几乎都是季节性的 呃 它就是冬天会下雪嘛 那春天雪融了之后才有水 所以太早去其实也没有水哦 然后慢慢慢慢像夏天这段时间 就三到六月是水最多的嘛 那夏天就是干净了 呃 所以就慢慢的变干 真的超干的 尤其是我这次有去两个瀑布 那它要爬超级久的 那个步道也超级陡 结果那时候傲笑脸爬上去 发现没有水真的有点傻眼 那个步道呢叫做Mistrail 迷雾步道 那它叫迷雾步道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你走靠近 瀑布的地方呢 它的水气会溅起嘛 那所以空气中其实都有水花啊 除了你会看到彩虹之外 你还会看到整个像迷雾一般的梦幻场景 结果没有水就真的还蛮幽默的 anyway 反正这次总算看到那些瀑布啦 然后瀑布全集呢 我也有做成IG的REALS短影片 希望REALS的触及率比较高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 另外一个跟生活有关系的是 大家知道最近全球股灾嘛 就从美股到台股到cryptocurrency都跌翻天 然后今年的通货膨胀真的太夸张了 那就让掌柜来教教你 怎么让浅钱不贬值呢 好 那就是赶快把浅钱变成你喜欢的形状 没有浅钱就不会贬值啦 for example 我上周日呢 就把浅钱变成Coldplay演唱会的形状 实在太感动了 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看到Coldplay的演唱会 虽然我不是那种前奏一下就知道歌名的铁粉 但是每一首歌 我怎么听过一百遍啊 反正就每一首歌要跟着唱跟着哼 我都没问题 那他们因为很久没有出专辑了 然后又因为疫情嘛 所以Coldplay其实也很久没有办演唱会了 那他们那天在演唱会有说 他们20年没有来北加州表演了 所以还好最后一刻我还是决定要来 不然难道再等20年吗 而且那天晚上刚好有月全食 一边看烟火啊 一边看红色的月亮被吃掉 然后再配上Coldplay 再说一次 真的是太感动了 哦 那天演唱会的开场嘉宾是Hur 本来老人我呢 也是不认识他 好在一起去的小伙伴非常兴奋的介绍 才知道他超级红 呃他才24岁 但是Hur去年已经拿了葛莱美奖的年度歌曲 所以那天听他来唱40分钟 简直就是赚翻了 然后找他来呢 其实是因为Hur是旧金山湾区人 他住在Berkeley北边一点点的小镇叫做Vallejo 另外一件跟演唱会有关比较有趣的是呢 Coldplay演唱会是我在湾区看过最diverse最多元的场合 呃 自己的T恤来看演唱会是真粉丝哦 另外呢我还有看到那些穿很少很火辣的 看起来是高中或是大学的Maya也来看演唱会 我就想说他们来看Coldplay 难道不是跟我们去看小虎队演唱会一样的感觉吗 也太复古了吧 好的不小心闲聊太多了 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集数吧 我们今天的来宾叫露西 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在瑞士读饭店管理 还有实习的时候过得有多开心 让她现在回台湾当上班族依然念念不忘 今天上集呢她会分享瑞士人有什么特质啊 饭店管理在读什么 以及她有钱的同学撒钱跟很呛的事迹 那就开始咯 大家知道我们北加州洋行频道的特色是什么吗 好虽然常常看不出来 但我们是主打海外生活文化观察 以及为知识的优质频道 原来是这样 没错 我们今天的来宾的露西非常兴奋 她第一次知道我们的频道特色是这个 好我们今天的来宾露西呢 要来跟我们聊一个新的国家 那就是她在瑞士的生活经验 让我们欢迎露西 耶 好露西除了为我们带来新的地点之外 最重要是她还突破了本节目来宾的年龄门槛 她是我们五十季以来最年轻的来宾哦 耶 真的假的 掌声欢迎露西 大家好 我目前26岁 居然自己讲出来了 这样子算是最低的啊 之前好像有一个好像也差不多跟你童年 哦你比我想的年纪大耶 因为我上次看了你的视讯 然后我想说 你感觉才23 24 哦不过也是啊 如果想回忆一下你的经历 因为不可能23 24 好 应该是 我没化妆 OK我知道 我知道我没化妆的时候 看起来是18岁 就是现在的样子 是的 是的 OK 好我先简短介绍一下 露西的经验这样 她大学毕业之后呢 去瑞士读了饭店管理 总共在那边待了21个月 前面15个月是在学校上课 然后后面6个月呢 是去实习 然后在瑞士的program结束之后呢 她还去德州的饭店实习了8个月 8个月结束之后呢 她回台湾就转行了 决定再也不要回去饭店也这样子 没有 真的 然后说到这个饭店管理 我们第一个大家一定会想到说 露西去读饭店管理耶 是不是很有钱 其实饭店管理有超级多学校 然后大家印象中 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洛桑 然后洛桑的确就是真的超贵 就可能读一年要两三百万的那一种 然后还不包含升博费 但是我读的不是那么顶级的学校 对 我那时候会去读是因为我们学 我是北大的 然后学校有开那种双联课程 就是在北大读修运系之后 过去只要在读刚刚提到的15个月的 在学校上学 然后再加上6个月的实习 就可以拿到饭店 瑞士饭店管理的学位 对 所以其实没有 没有想象中 假设时间拉长会很贵 但是我这样子待了 因为只有在学校的时候会需要学费嘛 然后实习就是自己赚自己花 就不会需要花到费用 然后在学校就是差不多花 150万左右 15个月 对对对 15个月150万 就是包含全部的生活费吗 学校 因为其实学校就有点像是饭店 它是饭店改造的 所以它里面会有房间 然后也会有那种 就是吃饭的拉宾 你就可以 学校就是包三餐跟住宿 所以这个150万是包吃包住 但是去别的国家去留学 当然是不可能只待在学校嘛 所以就是 学生或者开销 莫名其妙 明明就包吃包住 还会花钱 对 就是这样 一定会花钱啊 在做什么 对 然后瑞士又 就是物价超高 撇除它的学费很贵 主要它物价也超级高 就是假设 台湾一瓶从乐大概 25块 了不起30块 在瑞士一瓶 大概是3瑞 也就是90块台币 然后这还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观光景点 可能就是4块5块 就一瓶 一般size的可乐就要6 大概300块 好贵哦 就是超贵的 好贵哦 因为美国可乐像水一样 比水还便宜 真的 超贵的 它超大的 真的 那时候去美国就狂喝可乐了 因为在瑞士 而带贵 是吗 包裹鲜河可乐 真的 只能错饮 你可乐只能错饮 怎么会就是过瘾了 哎 我是说真的 美国的可乐 是不是真的比 那个水便宜 如果你去大卖 常买 然后很多时候 它如果可乐特价的时候 你会比那种 比如说 因为矿泉水 没有分等级嘛 就有些是什么什么 进化过的那种 其实就是比较 比较便宜的那种 有时候可乐特价 还比水还便宜耶 真的 而且就是 美国是那种素食店 就是大部分的 那种可乐 就很像不用钱 都超级大一杯 然后搭配套餐 也超便宜的那种 就是台湾就是差很多 台湾就学小杯的 这样子 然后美国好像就 都不用钱一样 随便你喝 美国的对位这么大 他喝台湾那个size会饱吗 一下就脆搭了 真的 美国很棒 就睡大房子很多 对 真的 我觉得瑞士人可能就 比较健康吧 所以这种东西 就不能卖太便宜 还是因为是进口啊 就是 因为可乐也是算是 对 但我在想说 这种东西 他们会不会就是可能 税比较高之类的 会耶 对 因为瑞士就 那么小一点点 就是比台湾大一点而已吧 然后 他 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进口来的 然后只有非常非常少 是他自己制造 像会便宜的东西 就是他自己制造嘛 就是冰淇淋 冰淇淋就差不多跟可乐 差不多一样贵 就是一样的贵 就是他的冰淇淋 那种冰淇淋是 就是不是 那种便利商店 是那种一大坨 然后很扎实 女生的拳头 那种大小的冰淇淋 跟甜筒 然后这样也差不多就是 300块 这样算是便宜啦 就在瑞士算是 5瑞左右 就是算便宜的 那瑞士还有什么东西 是比较便宜的吗 起司 还是 巧克力 对 就是相对 跟他们的其他东西 比起来算是便宜的 起司跟巧克力 他们自己 算是自己制造 或者一些 像是德国来的东西 因为比较紧 所以也不会太贵 对对对 然后面包啊 我记得那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因为 去实习的时候 没有赚那么多钱 然后他就会去买 一大袋面包 然后就是 可能一整袋才 不到十元 不到三百块 然后就可以 很 就是可以吃超强 然后他就变成很胖 这不会发霉吗 哦 瑞士不会很 不会很潮湿 超级干耶 不太会有霉 就是很舒服 我自己觉得是 很舒服的体系 那你有看过爱的迫降吗 有啊 那你是先看 先看了才去瑞士 还是去完之后才看的 先去瑞士之后 很久以后才看到爱的迫降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哦 很想回去哦 因为这很漂亮耶 我这 就真的是看完之后 就很想去玩 对 而且就是有时候在 Instagram上面滑到一些 就是那种超美景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什么 在冰天雪地里 或者是玩一些什么 超长的溜滑亭 那些都在瑞士 就是一个像仙境一般的地方 可是他这样冬天 不会冷到哭吗 我自己觉得 因为他是干冷 因为他 他其实不靠海 但是呢 他里面又有呼 所以他的冷 又不是那种 像是我去过 冬天12月的 美东跟美西 然后那个什么西雅图那边 然后跟纽约 我都觉得超爆冷 就是冷到刺骨 就觉得 就穿再多羽绒外套 都没有用的那种 但是在瑞士 其实看起来 因为就是几乎都是雪嘛 然后他的那种雪 也都是常年 不会融化的 就算夏天 他可能那个雪 会变少一点 但都还是会有雪 但他那种就是干冷 就是你觉得 好冷穿一件外套 就不会冷的那种 然后所有的那个 火车上也都有暖气 所以一上去外套脱掉 你就是像一般 在台湾穿着一样 对 只是外套要稍微厚一点 听到猫猫的声音了 有有有 好 待会这样呢 我看一下 好 好 他要从两台进来 好 这边是露西的猫猫 Hello 很清楚 我也有清楚 好好好 露西的猫猫是一只灰色虎斑猫 我不知道那个听众 有没有看过 那个一个YouTuber 好味小姐 但是他的猫咪长得很像 好味小姐家的DECO 对 很像DEDE 超可爱的 对啊 而且超年年 诶你的猫咪叫什么名字 我又忘记了 我的猫咪叫米塔 米塔 好 诶刚刚聊到什么东西 我忘记了 听到 听到 天气天气 听到米塔的声音太兴奋了 就忘记聊什么 对对对 我从来聊到爱的迫降 然后天气 没错没错 对 而且夏天应该超舒服吧 对 我那时候刚到瑞士的时候 是7月 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那种 很像台湾 没有下雨的秋天 就是很舒服 对 然后很 因为蛮干的 算干嘛 也没有到那种 虽然很不舒服的干 但是就是 很舒服的一个天气 然后来的时候就觉得 哦 我来到天堂了 这样子 就是穿个小短袖 就可以在路上 找到了 对 然后又美 然后又舒服 而且瑞士是那种 超级无敌守规矩 就比如说 我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习惯 就是 假设没有车 在台湾 黄绿灯 红灯 没有车 大家是不是就走 那种超小的那种巷弄 对 然后大家就会直接过去 但是 在瑞士 就是 你可能自己过没关系 但是 假设你旁边有 就是当地的瑞士人 就算没有车 有红灯 他们都一定 会等到绿灯才走 公车买票啊 就是 因为其实那时候 生活费还蛮高的 然后有时候 我可能只是坐一两站 我就想说 啊 没有遇到查票应该还好 对 然后只要被查到 那个罚超级重的 大概 假设票是 1.5块 他是罚 大概 差不多3千块台币 就是罚很重 对对对对 只是公车的那种 就是很小的这种 就他们非常注重 纪律 然后甚至是说 像他们有自己 独栋的房子 然后 不是 大家都会中一些 纸灾之类的 然后政府还会 就是去管说 哦 你这边纸灾 展太出来了 这样会 不符合美观 就是不 就是有违观感 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 每一个那个 房子的 外面的 纸灾 都要就是修的 符合 政府规范 对 不然就会被讲话 我觉得听起来 跟美国还蛮像的 可是 比较不一样是 如果是守规矩 这边 就也是一样 就他们是采取 就是 反正我就是 相信你们会守法 然后我就不定期查 然后如果查到 你就死定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 对 然后这边的话 是不会 不会是政府 来管你的那个 门口的草地 怎样 可是会有HOA HOA就是 台湾那个 管委会 这个东西就是 管委会会管 就是你不修的话 你可能很快就被 提出这个社区 他们不怀疑你 住在这里 哦 真的哦 是哦 因为就是 他们不会管你后院 就是那种荒草 或者是 搞得很糟 可是前面 因为会影响房价啊 所以你就是 你必须要好好的 遵守这样 哦 对 所以我那时候有听 就是当地 那时候我实习的主管说 他觉得 瑞士的人没有很喜欢 有点 因为压抑 有点像是日本 亚洲的日本那种感觉 有点压抑 听说他们的自杀率 也蛮高的 哦 对 我是觉得蛮违和 因为通常你 听到说 瑞士会觉得是一个 天堂的一把 就是 对 很和平 然后很 因为安乐斯不是 在瑞士也是很有名吗 你就会觉得在这边 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但是 好像对当地人来说 还蛮多人 就是因为太压抑 然后会去自杀 这样子 哦 还蛮 对 那当地有酗酒的问题吗 因为通常就是这种地方 通常都会有酗酒的问题 比如说北欧啊 丹麦什么的 那我觉得 也不是说酗酒 我觉得欧洲人好像觉得 讲就是你吃个饭 就是喝一杯 就很像我们喝茶吗 那种感觉 对 就是正常 正常啦 哦 没有特别怎么样 对对对对 了解 这边稍微先聊了一下 那个瑞士 天气跟你想象中 有什么不一样 就以为很冷 但其实还好 然后非常舒适 然后瑞士人 非常熟记率 呃 但是很压抑 所以自杀率居然很高 很惊人 那瑞士人很准时吗 我觉得超准时 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是国际学校 然后我们的那个 就是等于说学生是各个地方来的嘛 然后也会有欧洲不同地方来的 然后那时候我的老师是 他应该是澳洲人 但是他在德国生活长大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他观察 因为他在学校教了很久 他观察这么久 他就说他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 呃 德国人会是提早到 然后法国人是会晚到 然后瑞士人会是准时到 分秒不差出现 就他也不会说不礼貌的提早 就跟你 就是跟你说 哦我来了 他就是会在 就是约定的时间的那一个分钟 就会到 到越好的地方 对 突然出现 超级准时 对 对就是还蛮特别 然后瑞士的火车也是 就是超级准点的那种 除非 除非是会跨国境的 就是 可能有到法国啊 或意大利啊 德国 那就会 会有 就是不一样的 那个 不会到那么准时啦 嗯 那如果跟瑞士人出去 然后 然后不准时 会被欺吗 还是还好 他们已经习惯了 毕竟他们带法国人也很多 我觉得 就是 他如果是那种 呃 可以就是 愿意跟你当朋友 他就会还蛮 对这件事情开放的 但是 好 我自己觉得 呃 瑞士跟我在美国 跟人家相处的那种差异 美国其实大家就说 哦 好啊 OKOK 没问题 然后就是会寒暄 greeting 这样子 但是 一见面就可以这样子 就是算蛮 刚认识也可以这样 但是在瑞士 他可能就会观察你很久 一阵子 他真的觉得你这个人OK 他才会跟你就是 有更多的聊天啊 或者是接触 真的假的 可是 那如果说 瑞士的party 他们会邀请那种 呃 可能朋友朋友 就满屋子 都会有很多 不认识的人吗 因为在美国 这种party就很正常吗 就是可能 朋友一个就一个 然后可能整屋子 都不一定是你认识的人 那瑞士不会 是不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 有遇到 因为其实 呃 遇到很 很瑞士当地的人 我只有接触到几个 然后他们的 给我的感觉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真的要 相处一阵子 然后他觉得 哦 你应该算是不错的 朋友之类的 他才会说 好 那你可以到家里来 这样子 所以跟美国 我觉得不会 就反差蛮大 就不会像是 我们美剧上看到 或是你刚刚说的 这种就是 party all the time 就是不太会 这样子 然后瑞士比较偏向 就比较静态 还是因为 我也不知道 就瑞士给我一种 很老人感 就算是他们的年轻人 走在路上 我也觉得他们是 蛮老人感 就是很 很拘束 很拘束 就是 对 不会给我那种 自由奔放的 那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自杀率很高 太牙抑了 对 对 就是整个文化 对 那你那时候 同学有很多 瑞士人吗 还是因为是 国际学校 所以几乎没有 瑞士人 有瑞士人 然后是两个 比我们 年纪大一点的 然后他们两个 就是一对 COP 只有两个 对 那时候我遇到 因为我们 每一届的那个 国家的比例 也不一样 对 但是我那时候 遇到有两个 然后他们给我感觉 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他们很稳重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年纪大一点 年纪比较大 对对对 那他们也是会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你都也非常有礼貌 但是就是会觉得他是 不会觉得他就是很 奇笑 对就是会蛮有在自己的那种 嗯 框框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而且你说你们的学校等于是改 改建旧的饭店 然后弄成的 然后我就想象中那 应该不是像城堡那种吧 因为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像霍格华之那一种 没有那种浮夸 我没有那种浮夸 对对对 但是就有一点像是 没有到很高 大概六七层楼这样子 然后你就想象 一进去 他也是 因为像是欧洲的古城堡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进去 对啊 你看就是古城堡啊 对就是他就往那种大楼梯 然后全部都铺地毯 对还蛮像城堡 但是外观不像啊 外观就像一般的建筑 然后他就是一个饭店 因为像是商务饭店 但是没有 就带有欧洲色彩的那种 对 旧的建筑 听起来好浮夸 然后这样子等于是你上课 然后跟吃喝什么都在同一栋里面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 因为我们算是 就是饭店学校会有要求 就是礼仪 所以我们只要去吃饭 一定都要穿制服 没有穿制服 甚至连丝袜都要穿 对 你没有穿你是不能进去 除非是假日 假日就可以 但是 如果是你要 像早餐午餐晚餐 你要吃饭就一定要穿整套制服 包含 男生包含领带 然后女生包含丝巾 就是那种窄裙 然后白衬衫跟丝巾 这样进去 对对 然后丝巾是还是要 你要打领结的那种 你知道吗 哇塞 所以我不能说早上刚起来 就下去拿个咖啡 然后穿着拖鞋 就不行 还要穿好才可以 没有 对 对 但假日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有人就直接不穿鞋子 就穿袜子就进去了 反正全部都地毯嘛 就很舒服 但是就是平日都 而且是会有老师站在门口 看你的那种 那整个学校大吗 就是他是 大概多少人 而且他是只有一个 一个program吗 还是说他有 就是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我们那个学校不算大 但是我们的学校总共在瑞士有 两个分校 然后另外一个分校比较大 我们那个那边 应该不到一百人 快大概六七十个人 这样子 嗯 但全部都是跟你同一个program 都是饭店管理的就对 他有饭店管理 然后也有分甜点 甜点系 pastry 然后也有分cullinary 就是煮饭的 就是烹饪甜点跟饭店 所以我们会轮班当server 就是你去收盘子啊 就是大家会轮班 然后像我们吃的早餐 午餐晚餐 也都是有甜点系 跟就是烹饪系 他们的学生 跟厨师一起合作 然后轮班去做 像我们hospitality的 我们就是帮忙收盘子 然后要很有礼仪的那种 因为都会有同事在看 对 然后像是pastry的 他们就会在甜点那个区域 然后帮你夹 帮你介绍 今天的甜点是什么 然后假设是cullinary的 他们就是会去 就会有一些什么 现切的牛肉啊之类的 他也是一样去 就像你去饭店吃buffet那种感觉 也吃太好了吧 但是因为他们会不会 因为他们是实习生 所以就不太好吃 会啊 不是 瑞士的东西都不好吃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他们是甜点系做出来的 然后其实很难吃这样吗 我觉得就是符合当地的胃口 但是不符合台湾 台湾人的胃口 对 当地的胃口是怎样 他们就是超级甜或超级咸 要不然就没味道 就是他们那个 像我很喜欢吃马卡龙 马卡龙那个 好像整颗用糖做的一样 就是超级爆炸甜 对 然后像食物的话 因为我们是国际学校 所以他都会还蛮贴心的 就是可能会 除了面之外 给你放饭啊 然后每一天都有 也会有汤什么的 但是就是 看每一天的菜单 我们就可以去 那个grand hall 我们的类似 就是吃饭的地方 外面他就会贴那天的菜单 所以就会看到 每天会有哪些菜色 可是这样应该很容易吃腻吧 还蛮容易的啊 所以我们会去亚超 就是瑞士少数有的亚超 去买一些调味料 然后去grand hall 就是吃饭的地方 装一盆饭之类的 然后到房间里 自己夹 好可怜哦 因为实在是 你就想这样 对 你每天都吃那些什么香肠啊 然后什么肉块啊 然后就 就真的是 就是受不了耶 我没有办法 我还可以在那边吃21个月 也是蛮了不起的 后来就是我自己生活的时候 我都尽量煮的比较糖一点 对对对 但在学校就没有办法 所以瑞士 他们因为瑞士不是收法国 跟德国影响都很多吗 我本来想说 会不会跟法国人一样 他们可能吃东西 会比较讲究一点 但是听起来并没有 是不是 但我觉得法国人的东西 就算说他们是讲究 但是 可能我也不是 很喜欢吃法餐的那一种 所以也不会觉得说特别好吃 对 而且瑞士分三个区 就是分德语区 意大利语区 跟法语区 那法国那边 就会比较像是你说 受法国影响 然后整个风格 会比较有法国人 那种很浪漫 然后很chill的感觉 但是假设德语区 就是我是在德语区 德语区就会蛮严肃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 比较拘束 然后意大利语区就是 比较小一块 所以那部分 我没有说很常去 但那边给我的感觉 就是比较像米兰的那种建筑 就是跟瑞士当地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不然那感觉意大利区 意大利区 应该是东西最好吃吧 因为我们在这边 就是只要有哪一区 就是可能小意大利 或什么的 就会那边的东西 都会特别好吃 然后又便宜 对真的差很多 而且就是那一区 整个给你的感觉 会比较有活力 因为意大利 像你去扶欧人吃 他去米兰 他们的人就是很 你会觉得他充满色彩 你知道吗 就是很有热情 对 很热情 而且有时候 他们不太会讲英文 或什么 但你可以感觉到 他们就是很有热情 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就会很常去米兰 因为米兰也蛮多中国人 然后就是会很常 去那边吃东西 喝珍奶 或者因为那边比较便宜 也会去剪头发 买一些瓶生用品 再回来 对对对 我们刚刚前面先聊了 瑞士人的个性 然后还讲到说 瑞士三个区域的特色 就比如说 意大利区就是东西比较好吃 然后人比较热情嘛 然后可能德语区的人 就非常的比较严谨 那法语区就比较不熟 我也不知道 法语区有什么特色 然后还有讲到说 饭店虽然有公餐 但是东西都还蛮难吃的 不合露西的胃口 不是难吃 没错 然后就讲说 因为这个program 就是像比如说 甜点跟那个餐食 就会是甜点系的人 他们跟算是餐饮和系的人 负责做的嘛 那如果说是饭店管理的话 就会负责 可能收盘子啊 或其他的东西 然后你刚刚是讲到说 学校的课程还蛮有趣的 但是后来就决定 不想要走不想要走这条路这样 那我就想说 在瑞士很有趣 难道是在德州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不想要再继续 从事饭店业吗 其实还也不是啦 应该说我在 Westin 就是Austin Westin的时候 我是觉得还 还不错啊 就是跟大家相处也不错 然后工作内容也还OK 只是我那时候会决定回台湾 是因为我男友在台湾 所以我后来就回台湾了 对 所以我才想说 要在台湾找工作 对 但是在台湾找饭店的工作的薪水 就打听了一下 都觉得不太好 就算可以做到经理职啊 manager 或者是跟上面 薪水都没有 就是可能在台湾的 外商公司那么好 所以后来就还是选择外商公司 然后不要中饭店也这样 对对对 这边是一个题外话啦 因为刚刚讲到这边的时候 我忘记问了 所以我们刚刚回去讲了一下 好好好 OKOK 然后你读饭店管理啊 因为我们第一个念头 就想说 应该是 你刚刚虽然解释了一下 那个双联学位很划算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总是会有 就不是双联学位了 他们就是直接去念的嘛 那那些人难道不是很有钱的人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同学们都超级有钱 因为那其实是大学嘛 然后我是大三念完 诶 大四念完之后才去念的 所以我等于说比他们年纪大 因为他们是等于说 他们的高中一毕业就去 对 然后他们就是念完整个三年多的 加上实习的话 大概四年多的那个大学学位 对 然后就是超级贵啊 你看我五个学期就要大概一百五十万 然后他们就等于说是我的翻倍再多一点 就应该要四五百万跑不掉 那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像是 其实在那边还蛮多大陆人 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人 像越南啊 然后泰国 这些国家 他们泰国是还好 但是越南它本身壁纸就 就是不算大的 就所以说代表说能够去那边是真的家里很会赚钱 然后可能回去要接家里的饭店啊 或是那种高级餐厅的那种小孩子来念这个东西 不然念这个干嘛 就爽啊 想花钱啊 好像也是 对 没错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很远的朋友那样 然后其实他们家也是 他也是那种小开那种 但他们家产业也跟饭店管理完全没有关联 但他还是就去瑞士念饭店管理啊 就不知道为何要去念 就是想去而已吧 对 而且就很好玩 饭店管理清起来就是很好玩 但的确也很好玩 我那时候会去也是因为想要在国外工作 然后每个国家都有饭店 只要有英文就有办法在饭店生活 因为饭店也就是各个国家人 大家都讲英文嘛 所以其实就那时候很会读饭店是因为这个 但后来就是回台湾 就发现饭店业的薪水太差了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在饭店业待了 会不会是你们同学里面就是最穷的人 我真的超穷欸 但是有比我更穷的 有比我更穷的人 对 对就是可能就是学校工的包吃包住之外 不太能出去可能去喝酒或者是开他之类的 对因为毕竟出去 出去喝酒啊 像一次可能都要花到四五十锐 你同学是 因为你刚刚说大概七八十个人这样嘛 就是学校里面 对对对 应该有有有100人啊 就是三个系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人 是 那大部分都还是欧洲人吗 有一些欧洲人有 然后比例上我觉得亚洲国家人有更多一点 就是像是 亚洲更多 对对对 像是台湾没有很多 台湾可能几个而已 五个以内 然后 大陆人很多 他们蛮多很有钱的 然后也会有香港人 然后马来西亚人 然后越南啊 泰国都有 像我之前有一个室友就是越南人 对对对 所以他们是认证 这样讲好没礼貌 我想说 他们是真心的想要去了解饭店管理吗 还是说他们不管念什么都没刚才去回家 就可以比如说爸爸就帮我开一个饭店这样 我觉得他们很多来念 有一部分是就是他们可能喜欢这个产业 然后想要来就是读这个学程 但是后来他有没有读 做相关工作我就不知道 但是一部分的人 他们就是家里是开那种高级餐厅 或者是饭店的 所以他来这边读一读 那这种人他就会很认真上课 然后在这边真的学到管理之类的事情 然后回去就是接家里的饭店 跟或者是餐厅这样子 对对对 那美国人多吗 美国人不多耶 其实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所遇到大概两三个而已 就是 还蛮少的耶 对真的蛮少 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国人 跟一个意大利女生 就是在我们开学的第一周的周末 因为我们学校跟一个club 就是夜店 是夜店 跟一个夜店是就是合作关系 所以我们去那个夜店都不用钱 对然后那时候就整批新生 全部都带去 然后那个美国人跟那个意大利女生 他们两个就是在那个晚上搞上了 所以后来他们到现在甚至结婚了 然后两个人在意大利生活 我觉得超强的 蛤 居然还结婚了 搞上可能只有一晚的事 然后居然可以结婚 蛮厉害的 真的 而且我们那边的岛上就是 是真的是超频繁的 而且大家是 可能会收集国籍啊 然后因为我们每个quarter会有新生进来 然后大家就是会瞄准新的猎物 这样子 对 瞄准新的猎物 对就因为有新人蛮有趣的 就是有新的人来 然后救生 然后现在有什么好货 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不同的国家 就会来收集一下 而且我觉得他们超强的 就可能这个礼拜 A跟B税 然后呢 下个礼拜 A跟C税 然后他们都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餐桌上 就是吃饭 就是有说有笑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是蛮open minding 很吸引的 对 那这群人里面就成功率最高的 无往不利的是哪一国人 我觉得其实 那个环境下 因为你到一个新的环境 只要有人主动跟你示好 然后 主动开始跟你讲话 就会还蛮 就对这个人产生信任嘛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南美洲的男生 他就也还蛮热情的 然后长得也就是帅帅的 然后有肌肉的那种 所以他只要被他看上的 不管是俄罗斯 或者是亚洲女生 或者是不同国家的女生 他只要看上 然后可能有跟他多一点互动 就还蛮容易成功的 哦 而且对 对 而且人到异乡 就会有一种 就 因为反正也没人认识我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格 也是有可能 真的 真的 对 不多说 你怎么居然还跟男友在一起啊 男友有在听吗 呃 那时候还没有男友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是的 不然我就要听一下 露西精彩的故事 现在有男友 所以就 我不分pass 不好说 对 不好说 不好说 不多说 不多说 对对对 那应该会有中东 或是非洲人吧 呃 非洲比较少 因为这个毕竟就是 也是一个蛮昂贵的学成 然后 呃 像是南美中 据我所知 他们也是拿国家的补助 来上课的 然后 诶 那说 对对对 然后中东 中东的话 有 而且还甚至有那个 巴基斯坦 我都觉得他是从 子弹中来的吗 没有啊 就是刻板印象 但是就是 他们 对 他们也都是蛮富有的那种 但没有遇到就是真正的那种 就是超级王子类型的 但是 就是会 我想到中会有王子 带石游来 对 没有没有没有 那可能看不上我们学校 带石游来喝 我爸给大家一人一杯 诶 但是真的 我那时候有听说 就是有人来 一个 应该是瑞士 还是 应该是瑞士人 然后 他爸就是 呃 有直升机 直接载他来 就是学校附近的停机品 然后让他来上课 对 就是 不是 那他是从哪里飞来 我忘记是从瑞士的 欧洲其他国家 还是从哪里 我已经忘记了 哦 但就他们家就是 哦你要去上学吗 我看 我那个开直升机 带你去 这样 就是 很酷 超傻眼的 对 那你们学校在哪里 在洛桑吗 呃 没有 我们在卢森 就是 苏里是首都 然后 到卢森 那边有一个就是 很大的湖 然后就是 呃 所以是过来 大概 40分钟的火车 哦 了解 那那个地方 只有你们一个 那个算是饭店管理的 的学校吗 还是 因为我想象中 就是瑞士 是不是满地 都是饭店管理的学校 可能一个站 上面会有两个 之类的 就是我们那个城市 算是蛮繁荣的 然后的确也有不同 不同的饭店管理学校 然后 就是会 知道 是因为会 在夜店遇到 就是会有不同 不同的人 像是可能有时候 玩一玩 你就会可能去 对方的宿舍 之类的 所以就会 认识其他学校的人 对对对 去对方的宿舍 做什么呢 就 就是 开心的事 OKOK 没问题 那 所以是有 有钱的同学 然后 有什么很 很撒钱的事迹吗 因为听起来 目前听起来 只是很 淫乱的事迹而已 有些 比较夸张的事迹吗 其实我觉得 大家也不会说 特别去撒钱 因为瑞士 就是一个 很高消费的地方 你真的要撒钱 是要 就是 也还蛮自夸的 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撒 日常生活 就蛮撒钱的 就可能随便吃一顿 就是最简便的餐 可能就是 一两千起跳 然后去酒吧 开个酒啊 然后 我们那时候有 去 一个 Pent House 就是 大家一起 学校所有人一起去 然后那一天 就有人 就是付香槟的钱 然后那个晚上 我不知道他花了几十万 但是他好像就 不同意啊 然后各种开酒 大家就这样开他 然后也 他也不觉得有怎样 然后他生日吧 然后他就很开心 原来是他生日 我还想说 没有什么原因 他就今天突然间 觉得兴致来 就说今天我包了 这样子 没有像 对 没有那么浮夸 毕竟大海都还是学生 生日的话就比较合理啦 就 对 可以申请特别的经费 一年有一次 这样子 对 可是也不用申请 没用钱 那所以世人 有特别喜欢喝 哪一种酒吗 就是比如说 因为有些比较冷的地方 他们就喜欢喝 烈酒 福特加什么的 然后有些像什么 法国人就知道 他们很喜欢喝红酒 等过来喝啤酒 瑞士人喜欢喝什么呢 我觉得瑞士 他们就是一个 还蛮综合的地方 因为他们毕竟 像所谓的瑞士人 也是不同国家移民过去的 所以就是还蛮 文化融合的 对对对 所以不会说特别 像你刚刚说 特别的那种 没有什么特产 特色的饮料 那这样 因为瑞士是很 就是多元文化融合嘛 那他们作为一个国家 你有感觉到 他们有特别觉得自己 特别骄傲什么地方吗 或是很得意 他们某一个文化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 什么节日或之类的 我印象中好玩的节日 好像瑞士好像没有 什么好玩的节日 瑞士像是德国 啤酒节之类的 就是大家会去德国 会比较好玩 但是瑞士 因为是在附近的国家 所以也都会参与啦 就是自己国家也会有办 但是不会像德国 那么盛大 或者是意大利有那个 Venice有那种 面具节之类的 但是瑞士就是 也会参与卡 但不会说 就是那么盛大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还好欸 没有说特别 特别 自己有特色的节日 对 那他们有 特别 德意或是 比如说你跟一个 瑞士人聊天 他们就会觉得 我真是 比如说他就是说 哇我们国家真的是 什么精致公益的极致 或者是说 哇我们国家 就是保险库很多 各国的钱 都放我们这边之类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 自己意识 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们就真的 也还蛮 就是 因以为傲 因为像是 他们会觉得 他们很刚好吧 像是法国 他们就是很 比较 慵懒 然后 没有时间概念 然后 比较容易偷懒 那类的 然后德国的话 就是又有点太严谨 对 所以瑞士 我自己觉得他们 还蛮觉得自己是瑞士 然后很中立啊 然后 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啦 他们都还蛮喜欢 就是 瑞士的 对对对 就觉得我们什么都刚刚好 比如说时间到了 我要准时到 我们不会超过 我也不会迟到这样 对对对 就觉得自己是个有礼貌 然后 就是刚好的 很中庸 就像 历史以来 一直都是重立国的 那种感觉 对 对 那你那时候念 就是双联学位的时候 有其他的选择吗 还是说都是跟瑞士的 学校 好像也有一些 就是其他国家的 然后也有 美国 其他澳洲国家 但是因为那时候 我要念饭店管理 然后我觉得最有名的是 瑞士就来 而且那时候他 我有认识 就是有来这一边 上课的人 然后就觉得 他的课程蛮有趣的 对 所以才会选择来瑞士 那你觉得自己上完 你觉得有什么 印象特别深刻 有趣的课吗 我觉得超多的耶 我觉得光是就是 超多 对 就很有趣 就比起在饭店工作 来上饭店管理的课 更有趣 对 光是来到学校 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你只要会念 饭店管理的人 大部分都啪啪的 就一天到晚在学校之类的 开扒 对 像我们 我们 我们一个礼拜 会有一次的 那个 我们叫做 就是 就是你去 有点像 fine dining的那种餐 会有人帮你serve 然后帮你倒酒 然后像是 桌边表演甜点啊 或者是 一些 就是服务比较特别 对 然后我们一样 就是会分组 然后去 完成这一项任务 然后每个礼拜 我们可能一学习轮一次 然后每个礼拜 就是一组的 三个科系的人 一起合伴 这样子 对 然后像他就会说 会有food pairing 就是假如吃什么肉 要配怎样的酒 然后 我们也有 wine tasting的那个 课程 所以就会 看到 大家桌上 就有三个不同的杯子啊 然后到不散 假设 今天主题是白酒 然后就会 到不同的白酒 不同国家 不同年份 然后他就会说 你有没有 喝到这里面有什么 什么土地啊 土地的湿润啊 什么莓果 那个树啊 什么的 现在都不太记得 但是就当下 就觉得蛮好玩 然后又配什么 起司啊 然后柠檬啊 然后 火腿 就是 燕熏的肉 肉制品的那些 对对 那些东西 或海鲜 对 你刚刚说那个 阿拉卡 对 是那三个人 三个人一组 去服务别人 还是三个人一组 去体会 体验 所有的人 都可以去吃 但是服务的人 是三个科系的 不同的人 所以不是说三个人 就三个科系 各派 就是可能 假设我们 Hospitality 就是派四个人 或五个人一起 然后像 Pastry 他们也派几个人 就看 当天需要几个人 对 所以就是会是 三个不同科系 然后可能一组人马 就十 十五个人 这样子 然后就会去服务 有 报名 吃这个 餐点 的人 就把他们当 因为像是 模拟你在饭店 服务别人的那种感觉 只是对象是 就是学校的学生 哦 那也是在学校里面吗 在那个Grand Hall吗 还是是在 跟外面的餐厅合作 他也是在Grand Hall 但他会特别 隔一个部分 然后 就是隔一个小空间 跟Grand Hall 的其他学生 是分开的 听起来课 真的是蛮有趣的 对啊 就一天到晚 会有这种 很有趣的课 那些 Wine Pairing 那个Food Pairing 他们讲的那些 真的都吃得出来吗 我觉得当下 因为他那样讲 你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有了 心里 就就好像有 好像吃到了 有哦有哦 但是现在就记得 可能只有基本盘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些尝试 但是当下 你就会觉得 哦 我好像贵族之类的 那种感觉 我每次都想说 是不是因为喝多了 所以那个味道 自己都跑出来了 我觉得也蛮 也不无可能 而且他们就会有 就喝嗨喝 就是喝酒的方式啊 但是很多人 你看像高中生 刚毕业 要去大学 是正式的自由奔放年纪 所以就是会 整个大喝吞喝 然后下课之后 可能两三点 他就倒在 就是旁边的沙发上 然后就 哦他刚去上了 对对对 听酒课 Wine Pairing 对 应该有很多人 不太会喝吧 我小时候 我大学的时候 也超级不会喝的啊 我小时候是那个 喝几口那个ice 就冰火 我就整个 就是啪掉 就是会 我头往后倒 然后超啪 会啊会啊 像我们去夜店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是 几乎整个学校都去那种夜店 或不同学校都去那种夜店 就会 蛮常会有那种状况 就会直接在夜店倒下 然后就会call学校 老师说 你们学校的学生 在我们这边倒下了 或者是 有人喝啪就会 吵架啊 之类的都会有 我听起来也蛮安全的哦 居然是请学校老师来 剪尸 不是让现场的同学 剪尸 现场也会有那个 保镖啦 对 现场学 剪尸 剪尸的有 然后人员没有那么好的 就会去找 就是call老师来 请老师来 处理 对 真的欸 人员不好 就没有人要扛大会 就也没办法 宣伤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